東京奧運的金牌 然後但是雖然表現沒有到就是很理想 但是我還是會持續的加油 然後在最後還是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們麥克風先交給文慧 那文慧也來分享一下 這次奪同的這個心情跟感想 首先呢想要先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跟努力 也謝謝疫情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我多了一年的時間可以準備 然後在這邊我想要特別感謝第一銀行的長期的贊助 然後帶著這一份的銅牌 然後能往2024繼續努力 謝謝 好 謝謝文慧 那我們也請念心來講一下 我們這是第一次登上奧運殿堂的整個比賽的心情 就第一次登上奧運很興奮 然後沒有壓力的去舉 覺得自己表現還不錯 然後2024再接再立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開放媒體提問這邊 好的 媒體提問的部分要請問信誠 為台灣拿下本屆奧運第一面金牌 全台灣人都超激動的 當時你的心情是什麼 好 那其實也在停局的第一把就已經確定是拿下金牌 但是因為比賽還沒有比完 所以自己在心情上也沒有太大的起伏 那其實看到成績板上的成績是自己還是不太滿意 所以在最後一把的時候 試著要嘗試自己保持的世界紀錄 雖然最後未能成功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給我一個可以再為下一屆奧運來做 做準備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助力 好的 最後一次的挑戰 141公斤沒有成功 後來媒體都看到你躺在地上笑了一下 也被相機捕捉到這個畫面 還在網路上瘋傳 當時候你倒地大笑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其實我當下 你為什麼要笑我呢 其實當下會笑的原因是 就是當然就是沒有把它舉起來 那當然在那個 那個失敗的當下我是有點往後倒的 然後就突然閃到那個模擬賽的時候 挑戰141就是往後倒 我想說如果再這樣子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會有點不優雅 所以我就順勢地轉了一個華麗的翻身 然後就這樣子被拍到 然後其實我賽後去 回去看我自己的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覺得自己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樣的動作 可以翻滾得這麼優雅 對 然後其實看到很多人都說 就是很可愛很美 其實心裡還蠻開心的 好的 我們希望下次可以看到你破141公斤的紀錄 那第三個是說在你奪下金牌之後 有看到楊元偉 跑去找你 然後跟你的金牌拍照 他是特別去找你拿奧運金牌來拍照嗎 當時的過程是什麼 可以分享一下嗎 那其實那天其實我是比完賽 因為下一場是學妹比賽 所以我是看完學妹的時候 然後就是才回到選手村 然後那時候是另外一個 真好 真好來跟我 就是說要拍照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們要全部都要一起拍 所以就勇偉就也把他叫來 這樣一起拍照這樣 然後當然也是我覺得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這樣的一個榮耀 然後也希望藉由這塊金牌 然後去可以出 讓永遠有動力在下一屆可以為台灣拿下金牌 對 真好 好的 那對於將來的目標是什麼 剛才你也提到說 為2024的巴黎奧運要繼續努力 那接下來明年的亞運一系列的賽事 您的備賺有什麼樣的規劃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那其實因為疫情 所以奧運延後 所以今年其實在年底 還是有這個世界舉重錦標賽 所以還是會以這為主 那當然在明年的亞運 是在杭州 對還是希望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現